哇 現在行情都看不懂啦 但是端午節來了 我決定要立蛋來決定 如果是立的 我就要買 到了 我就賣 好 來 決定囉 欸 你要賣喔 下一次 我來好了啦 我來一次 我立起來了 你的持股該買還是賣 還是續爆 不要用立蛋決定 我們用三大標股型態 來看這序號 決定買 賣 還是續爆 還有聯發科AI大單 搞烏龍 真的搞烏龍嗎 還發重訓罵經濟日暴 真的是這樣子嗎 還是有弦外之音 除全息行情 聯發科照噴 欸 只剩下七天 投信就是要拉 這一股票 這些股票 這些股票 歡迎光臨 你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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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co 我主持人哲哲 郭哲龍 欸 你的持股該買還是賣 還是續爆 三大標股型態就看這個訊號啦 我們到今天要問姜姜老師囉 還有 欸 聯發科 AI大單 搞烏龍啦 出全息行情 照噴 欸 真的不錯 欸 只剩七天 嗯 Only 7 days 7 days喔 來 怎麼樣 投信就是要拉這些股票 今天台股很精彩 欸 追點率好高好高喔 欸 真的給他鼓鼓掌喔 鼓鼓掌啊 創新高耶 真的創新高 而且快翻倍了喔 所以這個我們福利社堅持 我們福利社三大保證堅持 來來 我們看一下喔 看一下喔 第一個 我們不推薦小股票喔 不會拉抬股價自己出貨喔 福利社三大保證 好不好我們每天都會監督 監督 第二個不會配合主力喔 沒有配合主力出貨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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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第三個 我們沒有置入行銷 沒有業配啦 不業配 任何ETF跟股票 也不用懷疑 這個可能就是我們 我們點閱 địch的三大保證 是acem speakolve 是的 來源的原因啊 是的 就是三大保證 謝謝大家 我愛你們 Osman McMLone 登陝除了這塊 當然老師也很重要 我們老師大家都很專業喔 來來 今天這個要吃什麼 今天吃提拉米蘇 為什麽 拉了小孩 拉了小孩 拉拉 再唱一次 拉拉拉拉 快點 欸你不要來吶好不好 我在幹嘛 這我再上去 我又拖掉了 快點 快點喔 還不錯不錯不錯 鼓掌鼓掌喔 不錯不錯 是不是 還不錯吧 對 你可不可以下次不要畫面 這麼久在你身上 我想說前夕要多久 對啊 是不是 拖戲 你又不是 前夕花了30分鐘 你又不是謝 你又不是謝 搞什麼了對不對 你又不是謝 陳彥對不對 好 這跟大家講 比拉米蘇 這最好吃 太甜了 太甜囉 比拉米蘇給他兩百塊 一百五十塊 一百五十塊喔 嗯 可是他有城市 一百五還可以 葵氏咖啡的 這家還不錯 還不錯 他提拉米蘇還算有城市 有些提拉米蘇看起來 就是一般而已 水水的 嗯 他的提拉米蘇有城市喔 哎唷 像台股一樣 現在散膽也有城市喔 還滿好吃的 比拉米蘇叫什麼名字 葵氏 葵氏哪個葵 葵是一個 一個大 一個土 兩個土 那個葵 喔 我知道我知道 好然後咧 然後士林的士 葵氏咖啡 好士林的士 士林夜市的士林 士林夜市 對 有沒有好吃的 好吃喔 我們請教下這位分析師 來 第一位 陳坤仁分析師 大仁哥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剛剛哥跟江老師在討論這個叫 提拉米蘇 就是要一直拉一直拉 然後一直贏 提拉米蘇聽起來很贏 提拉米蘇 就好了 對 提拉米蘇也不錯 提拉米蘇也不錯 想哏都好 想哏 哈哈 是 是 欸 佳老師他講話很討厭對不對 陳上 陳次不一樣 陳次不一樣 不要跟他計較 不要跟他計較 好不好 不要跟他計較 他沒有不需要跟你計較 對阿 提拉米蘇其實很奇怪 好 米蘇米蘇 OKOK 好吃嗎 好吃喔 好吃 等一下我帶來連八顆這個 教學是真的假的 還罵經濟日報 怎麼會這樣 烏龍喔 這樣 好不好 是大人哥的LINE 記得看一下好不好 大人哥就 專研就是法人籌碼這些方面的 好不好 他其實做資料很認真 他常常跟我講說 很詳細 我很想上福利社 可是我準備資料要準備非常久 要提前告訴他 對 因為真的每次都準備很多很多豐富的資料給大家 比方等一下有那個投信的資料 也會有完整 好 有一個投信的資料 完整給大家 好不好 老師真的很認真 每次研究 第二位 不得不說 我每次以為他 技術派大師稱讚他 以後發現 他對基本面也非常擅長研究 好不好 還有很多消息 好不好 江國中江老師你好 你好 哈囉大家好 這個時候不能說 騙子騙子 OK 剛剛看起來蠻漂亮 但是我切下去之後就軟掉了 軟掉了 覺得有點怪怪的 你怎麼講到 不要把日常生活 你怎麼把謝承諺心中的痛講出來了 他就是有點霧絲感 口感蠻不錯的 蠻不錯對不對 配合當我覺得更好 因為這一次連假之後 要等四個月才有連假了 這個禮拜大家應該都超開心的 老師聽你這樣講 你就要出國了對不對 老師只能敢 只敢 騙家騙家 騙家 老師很辛苦 江老師是非常責任感的老師 只敢盡量趁連假的時候 稍微休息一下 我也是 好不好 這跟老師講 江老師的Line 小組WIN58899 佳老師 注意一下 是學經理也都非常傲人 好不好 大家參考一下 來第三位 謝承蛋 謝承蛋 有沒有看到 第三個是象形文字 有沒有看一下放大 這個蛋很重要 注意看注意看 立蛋 立蛋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要告訴大家 怎麼樣每天早上 傲人的成果 傲人成果就是片吃 今天早上澳人的成果有沒有看到 我跟你講 我跟大家講啦 他這個是鴨蛋啦 是我想的idea 鴨蛋以後拿著把下面打碎一點點就可以立起來了 好不好 你為什麼要 你應該講說 你跟大家笑我開心 不是 我覺得這種主持人 這個不行 他應該說你怎麼那麼厲害你怎麼弄的 我剛才前面預告然後我再說 對不對 結果你看 下面裂掉了而已啊 因為一般蛋裂掉他破掉嘛 像鴨蛋裂掉沒關係嘛 裂掉比較均勻嘛 而且我們要快速的 我還 預告等一下 他有多一顆啊 他有多一顆是不是 我有多一顆 我有問他啦 嚇死我 這你要再吃喔 對啊 就把蛋 我就跟大家講說 你吃甜食之前 先吃一個蛋 就不要馬上吃甜食 這也是一種順序 我不跟你講話你拿這蛋啦好不好 拿這蛋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來 欸欸欸 欸 哇 連續兩周忘記like 昨天晚上 才私訊給我的 說不好意思 對會加倍鳳凰的 結果鳳凰的方式就是 兩次啊 就再忘記 不是啦我是說那個啦 我等一下要加倍 介紹鳳凰這檔股票啦 鳳凰女子最近很強 你打錯字的 註音很亂啦 坤老師 笑到不行 兩倍鳳凰 喔 鳳凰不是展兩倍 還不是加倍鳳凰嗎 賈德老師你這個 吃飯 看人家很想吃 完全的對是攢兩倍了 加倍鳳凰好不好 來來來 小組 GP520 來 記得要加 陳醫老師本著他翻臉的喔 可是鴨蛋很鹹 怎麼會這樣 跟你一樣啊 你就鹹鹹的啊 沒有吃就好了啦 鹹可以啦 好啦 隨便你啦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福利社 本週一到三都是正常嘛對不對 正常的 因為冬午節嘛 可是禮拜四放假 照樣有家學單元 我們是教學單元等於率很高喔 謝謝大家 我們是很認真你們都看穿 第五個來 是端午節 禮拜五端午節退期吧 絕對好笑 好笑 好笑 好不好 而且絕對讓你大家受不了 哄堂大笑 哄堂大笑 那你覺得喝的很痛苦 吃的很痛苦 他們非常痛苦 據說這一集喔 就是很多老師都不願意散 好不好 剛好這三位今天都沒有散嘛對不對 都沒有散嘛對不對 他們都很不想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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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 嚇到了嚇到了 拜託其他另外三位 下次再嗷你們好不好 我跟姜姜老師我們上次也是戰友 戰友 我們又要吃披薩 要喝可樂那一次 我們多拚啊 是不是 我怎麼覺得姜姜老師答的很 很答的很 恩恩 好啦我們看下個單元啦 來 財經大頭條 來來 欸連發科AI大單搞烏龍啦 欸老師怎麼在我查這新聞罵得很兇耶 對 本來頭版新聞是AI大單嘛對不對來我們來看一下來 來 老師你繼續說來 很少看到連發科會怎麼 會生氣 這就是韓中重訓的喔 譬如說我今天開謝成燕的玩笑 謝成燕生氣的我還好 我覺得 可能真的不要開玩笑 如果今天開 比如說大人哥的玩笑他真的生氣 那代表他真的生氣了 好不好 所以這個連發科就是有這個 你開我玩笑我平常都不會生氣 突然我生氣那是真的生氣 齁 真的嗎 你有時候告訴我他會說沒有我解嚴的 對不對 這才是真的生氣 好好好 沒問題 我 我們繼續 我都沒辦法接受 我沒辦法接 你可不可以不要破壞我的哏 好不好 好 真好 總算破壞他的哏 對啊 我也不知道怎麼吐槽你 對啊我們趕快講這個來 我們先來看 之前我們先看一下 先看 古裝外科除全新行行行行 其實這個禮拜的話像今天晚上是美股要修飾 然後呢 這禮拜的話其實沒有什麼 太重要的數據 一到禮拜四 禮拜四我們自己修飾 那禮拜四的話 有美國處理救濟金人數 晚上8點半 台灣時間 會公佈 另外的話就是 Market 製造業者 PMI的出值 這兩個 4月救濟金跟Market製造指數 這很重要對不對 對 應該說這個禮拜唯一兩個比較重要的數據而已 因為我們本來有把原油庫存那邊算上去啦 可是原油庫存 我覺得現在沒那麼重要 最近這個還好 好不好 因為你原油 原油價格已經打7折了 對啊所以也沒怎麼樣啊 那時候股市也不是因為原油價格來漲啊 所以老師儲權期好像看起來都不錯 因為這儲權期的股票 我看一下是不是都漲啊 最近蠻偏漲居多 只要儲權是 明天要儲權後天要儲權的股票 是不是當天就會漲 幾乎都是喔 幾乎都漲喔 來我們看一下聯發科來看一下 一檔一檔看江波圖好不好 漲嘛對不對 對 來啊這個精華看一下 精華 漲還跌 漲 做得漲 精華也漲 這全都漲 沒錯 那算很強勒 我覺得不錯 大盤今天是跌的 我們來看看 還有剛才精彩 對不對 華晴也漲 也漲 精彩 也漲 還有一檔股票是什麼股票我們看一下 艾浦 野漲 是 這個都是明天要儲權期的股票 所以老師你介紹儲權型的一個 日程表告訴我們對不對 好對 其實如果就最近行情來說的話確實是比較偏 多頭一點 那多頭一點的行情的時候的話在 儲權期之前通常都會有 比較屬於那種 那個積極性的買盤 好 所以這禮拜的方案 我有個問題 可是照這種ETF應該沒有關係吧 因為ETF是純粹是禁止 跟大盤的走勢 ETF還好啦 不過如果ETF的狀況的話 不太會因為儲權期漲 對 他們通常的話都在儲權期後 都會再去把他往上去拉到填息 這個還蠻有慣性的 就是前一陣子 只要有那種 所謂的存股的 或是高值率的定存股的相關的ETF 都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可是他不是只有一檔股票 所以他儲權期 你覺得算有嗎 他們就是 配息就是高值率的ETF 在儲息之後 會有 填息的行情 是的 那這些股票是 儲權前一個就有行情了 出票的部分的話 要看一下狀況 就說不要在儲權期之前被拉得太高 就像前幾天 我記得如果大家方便的話 可以看一下 那個2247的販德永業 他就是在 拉高那個過程中 這樣 他被拉高的時候 結果 一個儲息就這樣下來了 所以 偏漲的 你要 稍微留意一下說 不要被拉到太高 去做儲息 可是如果在 比較穩定的狀況的話 其實我覺得 那個今年儲息行 儲息行情都是不錯的 好 儲息行情都不錯 對 那另外的話看一下這個禮拜 有相關的比較重要的股東會 比方說像是今天有看到 加倍鳳凰的 再出現了 鳳凰 然後呢 禮拜二的話也有相關 每次我可以用這個 加倍鳳凰 是我的哏 我的哏 每次我哏 永豐與狼華 是我跟你講 加倍鳳凰是不錯 鳳凰加倍鳳凰 來下一檔加倍五福 加倍 加倍這個股票 加倍 完品 沒有啦 總而言之 應該說最近的行情的話 可以透過 儲選席的這個 就是偏漲的指標 還有的話就是在 股東會都有透露出來 比較偏漲的訊息 最近的行情我覺得依然是樂觀的 那 但是呢 就是待我們看下一頁的影片 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講到的聯發科 因為其實剛剛今天早上盤中的時候 經濟日報 他講說聯發科要跟Google合作 AI晶片大單 結果呢沒想到竟然聯發科這種溫文如雅的公司 在盤中 發了一則 重訊 那個重訊 看起來就是一個直接要 刀那個經濟日報的那個 訊息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他在 我們剛剛有準備一張比較大張的 來我們直接看大張的 來這個這個 奇怪看來準備一個 對我這要唸 老師你也幫我唸一下 好 該報屢次引用未確 查證 未經確切 確切查證 老師我們在說 我幫你說 該報 屢次該報就是那個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 該報指 屢次引用 未經確切 查證之市場傳言 撰寫報導 誘導投資人及 社會大眾 嚴重影響 企業本企業就連發科正常之運作 並傷害大 社會大眾對媒體之信賴 觀感 這個很重 非常非常重 非常重啊 對 對啊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情境的話 我自己在 推測有可能的原因有大概有兩個 一個的話是真的沒有 但是呢 另外一個原因的話 有可能是 有 但是 還在談 或是怎麼樣一個情境 他不想要被人家知道 是 有可能有這樣的一個情境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沒有 因為回歸到今天 你說 回歸到今天聯發科的上漲的話 其實他 並不是 可能不是因為這件事情 他還是回歸到 比較屬於那種 所謂的除選席 除選席之前 除選席之前的部分 所以回到上 老師那 老師到底 真的有 還真的沒有 我感覺我自己說好了 我覺得比較偏向真的有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啊 今天如果我稱讚你 誒誒誒 老師你那個 身家幾百億啊 你會怎麼樣 你會生氣嗎 亂搞烏龍 你會生氣嗎 誒誒誒誒 你生家幾百億啊 會生氣嗎 其實假設 沒有的話 我覺得聯發科根本不需要 他的公關部門 一定會說這個 沒有的東西 我們去回應 反而很怪 就正常上市公司的流程 是啊 比較麻煩的是說 我們不是跟人家講好不可以 洩密嗎 是 是誰洩出去的 這下死定了 我們又不能否認 因為他們這種最怕的是保密協定 我沒有簽保密協定 我訂到可能沒有啦 所以我要直接幹你很大力 像之前 台積電也好幾次 就是明明有大單 然後記者寫有 他們都說 這個不予回應 後來證實都有大單 對啊 所以我剛剛說的那個 後者比較有機會 是啊 所以就是有可能是 真的有 對 但是他還是發的重訊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看 那我們是我們推論啦 推論啦 好不好 不要為了福利社發重訊 不值得 我們這點意蠻多的 某知名度最高的 這個 財經網路節目 對 未經證實 揣測 還是我們真的有 還生氣 對 好好好 是你繼續說 繼續往下說 所以今天編長 當然主要有兩個理由 一個就是剛剛看到那個 《經濟日報》的新聞 另外一個的話是因為 聯發課明天要除夕了 明天聯發課除夕是來往下看下去 明天除夕要除76塊 但是呢如果我們可以看到 前一陣子就是前幾年的部分的話 其實在聯發課上一次就在去年的時候是除73塊 那那時候的話他是在6月份除夕 那時候股價的話是807塊 那如果以時間拉到現在目前為止的話是還沒有填習 所以 就去年來說的話那個是一個未填習的狀態 不過如果回來到今年的話我認為非常非常有機會去 挑戰填習 那為什麼會這樣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去年是因為聯發科他的 EPS是從 高檔往下滑下來 所以 他是一個衰退的聯發科 可是呢現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聯發科他是一個叫做是 低檔 準備轉強的聯發科 因為今年我看所有的法人大概預估他的EPS 大概只有43到45 是創下近年來的新低 新低的一個EPS 可是如果回到明年的話就2024年的話 大概可以到 53到55左右 所以如果以明年恢復成長動能 然後現在目前股價已經打出一個漂亮的底部出來 可以幫我縮小一點點 對 就已經打出一個漂亮的底部出來的話 我認為聯發科如果就後續填習的過程來說的話 是有機會 挑戰填習的 因為 他如果真的從 你看他今天785嘛 然後減掉 10 76塊 但只剩下 710塊而已 所以710塊再回到到800塊附近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 可以 挑戰填習的聯發科 所以 我個人對聯發科的填習是 樂觀看待的 可是你知道什麼之前說785嗎 請幫我 不是 請幫我 然後欺負我 欺負我 對啊 經濟日報欺負我 請幫我 好不好 785 好不好 謝謝大仁老師 因為剛好今天 我要來錄影的時候有一個人騎腳踏車從我後面經過 突然問我說 有什麼股票可以買 我就想說大仁老師好像今天會講聯發科 我就跟他講了聯發科 最好是有錄影的時候 你每天都在講 你每天怎麼都錄人啦 真的啦 就福利社我就跟你講福利社很多人在看你都不信 我知道當然信我們每天看點閱率 你問他 而且重點是他們就特別喜歡我 特別喜歡你 跟江江老師 還有大仁老師 謝謝 沒有我跟Coco 我們每天開會 你會我們照三餐問候 到底進度怎麼樣 好不好 好 沒關係啦 大家都努力啦 對大家都努力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 回來到台股啦 台股 14點怎麼辦 我覺得OK啦 因為如果就短線上面畢竟已經從 低檔樣漲上來 15300點 到現在目前17000 快2000點的行情 所以如果就整個大方向來說 因為畢竟這個禮拜 我們只有三個交易日 扣到今天剩兩天 明天跟後天就要有端午連假 那端午 節前的 所謂的比較偏觀望氣氛 是 一般正常的狀況 那只要在節前 去洗個盤 然後呢 回來之後 其實我覺得 配合著台股 配合著美股 再去做波段高 會是比較適合的 本周怎麼看 本周啊 周線 周線啊 紅跟K 沒關係你講 我認為會收紅 收紅 是 因為如果就 過去的慣性的話 都是在 所謂的 節前 都會先下後上 那既然是先下後上的話 那根K線就是紅K啊 好 紅有兩種 一種是雖然跌 像今天雖然跌14點 可是周線 現在目前來看周線是紅的 沒關係我們直接看周線就好了 阿姜老師你覺得呢 我覺得台北股市非常之強 非常強 因為今天日本股市還跌一點多% 然後主要我認為主要是因為 分線有稍微經過修正後 K值已經從高漲 掉到50左右 它隨時又有機會漲 K線嘛 分60分線 就是 過熱之後稍微震盪之後 K值降的速度很快 60分鐘線 我們直接看60分鐘線 60分鐘 底下幫我放KD值的K值 然後呢 上禮拜四的話是衝到 頂到天很高很高 有有在圈一下 上禮拜四啊 上禮拜四圈一下 這邊 對 然後又拉起來了 快速拉起來了 60分K 老師你 好多觀察一個指標 謝謝老師 所以 覺得 還有機會再噴出去 今天也是啊 台灣股市看起來 日本股市韓國股市看起來很弱 他還在拉 哇 注意一下 老師有沒有可能你之前講那個 FOMO的一個效應啊 投資恐懼的一個效應 對那個措施恐懼症目前持續擴散當中 而且 不是只有從單一股市 從每個國家的股市開始有 有往外面做擴散 連台北股市那種 次產業的輪動也有 措施恐懼症 比方說你看今天 很久沒動的面板啊 還有那個之前 漲多之後休息的軍工股有沒有 成立過後 那個長線買盤又好像又有重新進入 所以我認為 產業的輪動的速度 太快了 太快了 而且蠻多的 所以賞戶 很怕這一波沒買到 說不定這就是我們點閱率那麼高的原因 好努力啦 都有可能啦 不過我們 我們其他財經節目的點閱率也有看 好像我們 我們漲的特別多 漲的特別快 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這一波剛剛我們都抓到 我們來繼續看一下 上櫃子是怎麼看 櫃滿的話今天收小紅 今天上漲0.1點 0.18點 如果就成交量來說的話 是縮到了近期的低量 所以最近的話 確實是比較偏觀望一點點 因為原因就是因為 長假的 連續價值的關係 這個倒還好 我們再看一下 下頁頭影片 是在三大法人的部分 今天只有自營商 是小幅的買超 那投信跟外資的話是小幅的賣超 整體的話三大法人 是小幅的賣超的25億 這個也都還好 這個是平淡交易的一天 明天可能更平淡 因為今天好像 美國股市休息 美股就是一天 那我們現在看下去 現在你會發現到 其實 就連連發科也有投信在買賣超 對 沒錯 那除全息 外投信是不是也會作戰這些 除全息概念股 還是他會作戰一些 比較特別的產業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只剩7個交易日 投信是不是要拉 有沒有可能 因為最近投信的績效 基本上好像還好 我覺得還不錯 你覺得不錯 可是問題是 你知道嗎 我覺得好像要面臨到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陳彥老師也是法人出身 老師你 是法人出身的 其實現在我們可能說有一些投信經營的人會緊張 因為如果ETF 被動型的ETF 我動輒我就漲30% 005就漲30% 你現在你說你不錯 你32%你怎麼說服我 你賠的時候可能比賠人家多啊 那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問題的話應該是回歸到 要看是聰明的投信 或者還是那種比較落後一點的投信 因為畢竟這個時間點 投信們還是有他們這個績效的壓力 尤其是最近他們是 所謂半年報 不只是季報還是半年報 所以 這個時間點的話他們會做得更積極 所以 會做更積極嗎 因為扣掉今天的話只剩下7個交易日而已啊 那不過我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說 所謂的投信作帳 他並不是拚一個絕對數字 他有可能是拚那個相對績效率 是啊就我們剛才講的啊 我只要比你好 我就贏 啊我 你5 6 30% 你如果25%也沒什麼好高興的啊 所以他就只好拉那種單點單股的部分 把它拉得很兇很兇 陳老師現在有沒有可能有這種情況發生 我想現在投信 經營的人最緊張 第一個自己會不會上新聞啊 過去有沒有一些 不 見不得光被爆料啦 喔 喔 喔 這可能 這可能是一個啦 你剛才講緊張 我在想還有什麼事情要緊張 現在可能最緊張是這個啦 那當然我覺得績效的部分最近其實投信操作真的是蠻積極的 而且在選股上 老師你不要亂 爆人家亂料啊 像那個環紫膠好不好 他就先爆右剩的料 記者不要來問我 我不會告訴你有哪些經理人有問題 我絕對不會講 我絕對不會鬆口 其實有啦最近投信我覺得 而且你6月拉過去以後 可以順著一直做啊 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下車啊 他不需要下車嗎 我認為是不需要 阿嘉老師你覺得投信在作戰這邊呢 會不會有題材 我覺得目前 比較起來 這一波投信的 因為 今年1月份就開始買了 是 就說 股市還沒噴的時候 他其實在去年就領先買很多了 是 所以他手下的部位應該是蠻多的 現在就看自營商 他持續加碼的 股票我覺得 那個領導性 會稍微強一些些 老實講重點的 所以你投信的買 可是他買的就是什麼 都是一些大型權之股 啊這些大型之股是什麼 是本身 可能是被動式的基金 0.56 他本來就買了 所以看起來是投信買超 啊這些主動式基金 老師來看一下 你這些應該推薦的股票是 主動式基金 是 我這些股票的話都是比較偏向於主動式的 尤其是一些比較屬於指標股 是比較屬於中小型的個股 當然那個華航 不能算嘛 我們來看一下 其他幾支的話都是比較偏 小型一點 是 所以包含像是華航啦 像元泰啦 像華擎啦 智茂啦 甚至像雲品 雲品經濟漲停板 然後星雲 那我會發現說其實這些 股票他們都是在連續買超 看一下標題 4 5月買超然後6月 一直到昨天到禮拜五為止的話 持續買超的股票 所以這些股票只要是 恐怖平衡之下 只要買 那就一直往上買上去 那 但是 同理而言就是說 萬一如果這個時間連到恐怖平衡 被破壞掉了 我們可以看到另外一邊 也就是說 有一些股票明明是 那個前一陣子買得很兇的 可是呢因為 可能某一家投信 開始是轉賣超 那轉賣超的時候就表示說 我看你的單 你看我的單 就開始這種多殺多的行情 那就會變成說有些股票會在 6月份的時候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投信有買然後轉賣 然後帶來所謂的股價下滑的這樣的風險 所以這兩個股的話 可以請大家 稍微留意一下 台俊 保勝光學 安晴 然後永貫 以勝KY跟立端這些股票了 好 注意一下這些股票 買賣 連續買超買超 老師我們快速看一下 來 美妮我們快速來 老師 哪些股票可以延續到下一季 他有買的 好 因為我覺得剛剛 陳妍老師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 如果你發現有一種 投信就是他們可能在 現在才開始買股票 或者是說 他們可能是 現在開始做一個佈局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為了 下一季做佈局 所以我們可以看我第一檔 第一檔個股 我覺得就很有機會 來 第一檔個股的話 這是3583的星雲 那你會發現說 他怎麼 6月這邊才開始買 然後一路買 沿路買 突然就開始 標起來 那他標起來的主要原因的話是因為 之前台積電 他開股東會的時候他爆了一檔名牌 那他爆名牌的原因就是因為他說 我們真的因為AI的需求 引爆著coach的產能 目前是不夠的 所以他不夠的狀況的話就只好去找星雲去做追單 去找紅碩去做追單 所以帶來像什麼星雲 紅碩萬潤 通通都變標股 那他們在標股 標漲的過程中有發現說 竟然是投信在買的 所以 這些個股的話都會在那個投信在6月開始買超的過程中 就像coco剛剛問到的問題 會不會繼續步到下一個 下一個季度 我認為會 因為 星雲他 確實是 好這個乖一點 OK來 你都遮住了 因為他確實是受回到coach的需求 那可是呢如果就一檔 就是他因為設備的交期的話 必須要超過半年 所以你會發現說 好像投信買下去 或是他的營收獲率並沒有成長 就他的真正的成長動能竟然是在下半年 是在明年 所以 這個狀況之下的話 非常非常有機會說 因為最近投信才剛買 然後呢會從這個季度延續到下一個季度 這樣子做賬的行情 所以就是星雲的跟大家做分享的觀念 OK 下一檔個股的話是 我們來看一下 被投信 賣超的股票 我們要跟 所以我才特別跟大家提醒說 你不要看之前的投信買很多 你就跳下去一起去買 因為 沒有所謂的做賬是做到 季底或者是 所謂的什麼 最後一天這件事情 因為 很有可能恐怖平衡之下 誰偷跑了 這都很難講 對 就是可能你的男人 這一秒鐘說愛你 下一秒鐘就說 你騷擾他 昆真老師嘛 那個 Eason老師嘛 前一秒鐘對你熱情 沒有我們撇清楚關係 這有可能 這有可能是不是 好啦 開玩笑 這個是 節目效果 繼續說 以勝的話因為他之前在炒特斯拉的電動車 的那個構建 可是 如果就現在目前的話 我覺得他的籌碼 出現了一個小問題 所以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真的有因為 題材面的關係 但是卻發現 籌碼面有一些人在偷跑的時候 你可能要跟著一起跑 甚至要跑得比較更快 所以這是要跟大家提醒的一個重點 好提醒重點 Eason可以歪 好 所以謝謝老師 這些股票 都有一個儲權息行情嘛 對不對 趕快要趕快注意一下 這些儲權息行情 接下來 都有機會 而且 重點是 這三檔股票 是要一個 明天儲權息的 一個其他兩個這三檔 通通都是投信要買的股票 要注意喔 好不好 熱門我這一天 來 群削 跟 長龍行 老師 老我不八輝 你還當我是病貓 像網路上的謠傳 哇塞 這句話 之前覺得小貓 小貓兩三十 現在已經變大虎了 老師 其實我們之前在看所謂的面板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景氣循環股 那景氣循環股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請大家看它的報價 那面板報價從了5月以來 它幾乎就是已經在 回復到一個現金水準 甚至以上了 所以 隨著整個產業的結構的改善 比方說可能要做整病了 甚至要關廠了 那在這個時間點的話我發現說 其實 面板它有低位階 然後呢 就是有價格的這樣優勢 所以你會發現說其實今天的群創跟友達 都有一大根的紅棒上來 所以這根紅棒上來的話代表它的轉線轉強 只要群創能夠守得住 今天的紅棒的低點的話 其實對後來的一個波段都還有機會的 都有機會 這哪有機會嗎 老師會不會有人覺得說 那個小貓 病貓 好像變老虎了 會不會景氣循環股 最後一端 沒有應該說景氣循環股的話 所謂的最後一端 會不會漲上去就是差不多股市 要看報價 假設如果它報價是 轉跌的話你就要小心 可是如果報價不跌的時候的話 這邊反而是一個 老師可是 之前 我不是比較堅商科普 我是玩有想的 一定這樣想 之前臥貴三球 報價還在漲的時候 股價先下去啦 那個是 那個是在 尾聲末段 對有可能嘛 但是現在的話 你現在判斷是出聲段 現在目前的那個 面板的報價是剛回穩轉強而已 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在整段時間 報價漲 股價沒漲 要注意喔 那叫危險喔 就景氣 循環的末端 那時候你不能再看 EPS來做股票了 好不好 大家要有經驗了 我們看下一檔 下一檔個股的話是2618的長榮行 那我講長榮行的原因是因為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時候發現說 怎麼一堆人 一堆朋友通通都不在台灣 然後呢今天我們來公司的時候發現說 我們的同事也都不在台灣了 是啊 真的是 是啊 所以江老師就跟你講出國 大聲說出來 江老師看來不好意思 我看起來 因為我不知道要不要出國 一副就是 想出國不好意思講 哎呀老師你也是要休息的啊 你看江老師很認真 你知道嗎 很認真講 對人都出國對不對 對 因為分析是壓力大 該出國就出國 好不好 謝承擔老師 他也常常去泰國 怎麼樣啊 但是我本來禮拜三要出去 沒辦法 有人就硬要我 最好你是為了我取消啦 真的是這樣 我跟你講送你機票啦 我送你機票 人家都開口了我能說NO嗎 證明給我 我送他機票 沒關係 是不是付得起 連飯店都取消了 你看看 你訂我們K樓是不是 真的是 好 好 那常用航的話 5月份的那個就是他的 客運的部分創下歷史性高 然後6月份的話他的幾乎是 客艙全部 全部滿的 歐洲縣啊 那什麼一堆的通通都滿 所以如果就整個大方向來說 我覺得這個是點點的 航空主持有機會 因為他們正面臨到暑假的旺季嘛 那 暑假的旺季的初期的時候 他的股價依然還有機會再去做創高 是好 我們這個講的 講的很誇張 製作團隊喔 其實就有人要出國 然後有人出國就說 哇我要去東京 我就說 一位不是你的料 沒關係你不要緊張 去東京 然後我說 欸水這樣聽起來 一位也是要出國 對啊 他說不要不要 對啊 一位才誇張 但是我不是要抱他的料 他就是禮拜三就給我 他還臨時 我說禮拜三我要請假 你也給我請假是怎樣 不是要抱他出國的料 他比較誇張 你問我先請了 他怎麼可以請 對啊 我們一個團隊 都少了兩個怎麼辦 是不是 好 扯遠了啦 我不要講重點 這個他就說本來要去 中山機場 我說中山機場不錯 可是他想省錢 後來還是選擇 中山機場出國 因為中山機場你可以來回 你可以省了 至少五個小時 啊 因為你 不用像台灣機場 台北人問台灣機場的話 你要去 你怕塞車嘛 你要提早更早 中山機場不必 人也沒那麼多 進那個 關卡也不需要那麼久 然後他就收完機場 為什麼你願意 花錢 他說沒有啊 因為桃園機場去日本 跟中山機場去日本 現在價錢差不多了 因為都漲得很誇張 好不好 這是老師 謝謝老師這個 那就長龍航跟全串 這都亮大的股票 接下來 林群跟全友 在講之前 建堂老師我不得不 我覺得他是很認真 你知道他在幹嘛嗎 他邊看那個鏡頭 邊看一下 然後真正有詞 他準備下個稿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覺得他真的很認真 感覺 不是我是在看哪一個線 哪一個航線比較 你這幽默 你可不可以不要 你可不可以不要像謝成爺一樣 好不可以稱讚你 你又自己挖豆給自己 沒有啦 我看他明明在Klook上 Klook 這個股票 看一下 沒有啦 市政他真的沒有在看手機 我可以作證 是在看稿子 是您講一下 林群跟全友 好這個林群 這兩檔都是整理過的股票 我認為機會都是蠻大的 你看這個林群 那個有摩根大通說什麼 說未來的AI 能夠幫助全世界 在每年 延續10年 每年GDP都可以成長7%以上 所以這AI十年的狂潮 應該是目前是 這個如火如蠟的展開 那在林群的部分呢 包含了AI 包含雲端 甚至太空領域 他都有這個切入 重點是什麼 他橫盤的時間 很久 今天特別留意了 未來他有個轉強價在75塊錢 他今年在2月標 在2月到4月呢 從 股價從 30標到84塊錢 他經過了兩個月平台整理過後呢 很明顯的一個月台理論對不對 所以目前需要等待什麼 75塊錢 75塊錢能夠成功站穩的話 例如說 之前走一段之後 橫台過後呢 第二波的旅程就有機會做展開 所以我認為 形態是蠻漂亮的 可以持續留意 未來75塊錢能不能做突破的 那第1台看能不能突破 第二檔是2305 你看那個代號就知道2305 哇 非常老牌的 電子公司 對啊 這也是一樣 去年也是漲過一大波 目前經過 幾週整理 36週 你把它切換到週限 週限幫我底下換MACD 那個形態是我在研究MACD的領域裡面 非常非常 這個有興趣的說 他過去整理的時間 夠久 打底夠久之後 目前 柱狀體已經先翻紅了 然後呢現在差什麼 差一個快線能夠 零軸以下 往上做突破 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他5月營收 明顯比去年年增76% 所以這個營收是有起來的 所以我認為在 未來預期未來 景氣逐步進入 復甦 加擴張期之後 未來的這個 可 我認為中線的機會是蠻大的 好 這兩個股票我們來看一下 我幫你加強一下 這個剛才介紹 看三個檔股票 老師你剛才說這個區間整理平台 三個檔股票 2453的 鄰居 月台 月台 月台在多少錢 80元突破 75塊錢突破 75塊突破 75 不要之前的錢高 75 所以注意一下突破75就有局 不用突破這邊錢高 85塊這邊 老師要全有這邊 量比較少一點點 那我們要注意的現象 還是要等 量再出來再更好 還是不用擔心的 老師 因為 他的 股本其實不是算小的 就是 他量好像比較小 目前因為 這種 底部型態的股票說 一定要等他突破之後 量才會做放大 那 你覺得要現在買是等量突破在 現在要買的話 可以不覺得的話 可以稍微買一點點 少一點點 比方說 量能放 適度的放大 然後 月 MA20的量 出現 之前的平滑 還是往上翹的時候 那個時候 整個市場的聚焦效果會比較大 那個時候才來做這樣 量也有均線啦 量往上拉起來的時候 再去做也可以 不然這邊要注意稍微注意一下量好不好 老師都會告訴我們 風險以及提醒 好不好 第三檔來 胡蓮 第三個 胡蓮跟 乙鼎啊 老師來 這個專業的來了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K線 你在講好像 別人 到底會不會講話 他講話 好討厭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過去 大家都以為我不專業 我自己個人的問題 我個人的問題 沒問題 這樣也可以 因為我前面都在搞笑 所以輪到我的時候 專業的部份來了 這樣好不好 個人專業的部份 來 可以人設有時候就是搞笑啊 那怎麼辦 就是專業搞笑 不是 搞笑專業 搞笑 有沒有搞笑大於專業 就是他是搞 搞笑他的專業 對 簡稱搞專 好像也不對 好了我們來看一下 技術面 其實這幾天特別注意一下 胡蓮 平盤整理 衝上來亮出來以後 這幾天的三根黑K 其實是亮縮的 然後很快的 這個再出量就要往上攻 而且這個威力不用放太大 他就能夠輕鬆的過關 這裡面有幾個重點 下面幫我放這個大額交易人 我這裡面報告兩個數據 一個是 100張 以上的 這個 籌 就是 的戶頭 一口氣 一個禮拜增加8.94 100張以上 1000張一個禮拜增加了 5.23 突然喔 就這樣亮整個 就這樣衝上來喔所以那個 成長的 力道跟速度很快 那我去看他的營收從2020年9月到現在總共33個月其實每個月都是正增長 所以從基本面來看因為他主要for大陸的新人原車 這個部分我覺得今年會有機會 所以我比較希望大家可以開 我今天談的就是也許下半年你可以開始去 追蹤的這樣的一個股票 那以今年 預估獲利9.87 可是第一季他賺2.23我算了一下 今年這一定是足跡成長的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 持續的追蹤看看 好 除了胡連蛋股票好不好 那下一個我們看一下 怡頂 那因為今天我的 這個兄弟沒有來 不然我本來想要接的梗是怡頂不怡頂 結果反正他沒來 那我們就頂看看 那 這個是記憶體模式 他講這個 這很低級 對啊 我就是把他想說心中最污秽的 看怎麼解 是 股價把他頂上去 好不好 奇怪 好 沒關係 沒關係反正禮拜三 這種梗就不會存在 好不好 講更多 你這個不在你剛才把他卡掉 該卡就卡掉 那整集就 都沒有內容 所以我有點後悔 要注意喔 到時候你不要再罵 不要罵killer他們說為什麼 禮拜三這一集 沒有影片 他說因為都剪掉 有影片大概15分鐘吧 對啊 15分鐘 都剪掉 我趕快說一下 你不要再耽誤我的時間了 一直要打馬賽克 等一下又一直給我轉 然後我就說 好大家可以留意 中間都沒有了 好 怡頂這個是 記憶體模組 那記憶體模組 實際上我覺得有個重點 是他第2季 整個庫存已經 順利的消化完畢 他第4季 宜蘭二廠會上來 所以整個 營運的狀況 而且更重要是在 公控的 智慧型 這一塊 記憶體這一塊 等於搭上整個AI的一個季節 所以我覺得記憶體確實是有轉機啦 那這一檔因為跟整個AI的產業搭上 可以特別留意 縮小一點看他整個線型就這樣 很穩定的一直在 推高的過程 創新高 還不錯 如果沒記錯的話 創新高 投信還是有買喔 這輔合大人哥說的 投信作戰股票 我們看投信的股票 這邊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這邊 你看之前買的 是他買上來的 買上來 前幾天稍微調一下 可是沒有大 我們要放大好不好 來 前幾天沒有大標準 這邊買好多 對 還不錯 其實我們就一路買上來 有沒有看到 一路買上來 紅紅紅 在算很多 右邊你再買 對 一路買上來的 因為 他的二廠是 第4季才會開始 正式加入營運 所以 第4季的營收應該還會再持續往上增加 我認為 這七個交易日喔 我認為 股價有機會拉起來 為什麼 就像我剛才說的 你這些 被動式基金 如果這些ETF動輒30% 我覺得每個人壓力很大啦 好不好 所以 應該股價一股就需要把它做起來 謝謝哲哲的支持 不客氣不客氣 你看到我講完話嗎 謝謝 不要一直插我話 是不是 趕快 一千之道 他真的 這個 懷恨在心 他每一集都要講 你還不是一樣主持一次 主持一集而已 講了一個月啊 他到底有沒有講過超過十次 主持了一個月 主持一個月你知道嗎 這是莫名其妙 而且重點是還沒開始主持 這莫名其妙 然後講得我很不負責任 我請假一個月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股市田田圈 焦點股邦尼圈 只是下午錄影 我早上還不知道要開會 來 首先我要站在 我們粉絲服務粉的角度 看我們 如何看到我們 我們的福利車的節目 到底專業還是搞笑呢 粉絲說 你們把我搞得好亂啊 沒有關係 一邊專業 對一邊專業 然後一邊又很輕鬆 這只有福利車才能這樣子 對不對 好不好 大家老師專業度一定有 對啊 這搞笑話交給我們 騙子 搞笑交給我們 你的持股該買還是賣 今天各位可以分享 台北股市目前因為 進入多頭 然後呢 多頭 其實 我從 新冠疫情 上演之後到現在 其實 跟歷史上面呢 有一次可以做比對 1917年的西班牙大流感 然後流感之後呢 那個時候 股市走10年多頭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 誕生的 這個爵士樂 誕生的比基尼也是 那個時候才開始有的 然後汽車也開始出來了 就到10年的大多頭 那時候也是一樣 西班牙流感也是莫名其妙 死老多人 後來也流感化了 然後是 後疫情時代 那個力道非常之兇 你看喔 我們最近看那個 歐洲股市是不是創新高 其實你看那個德國跟英國 其實他們 其實這個 工業的這個領域是蠻高的 但是他製造業指數現在都沒有起來對不對 光靠服務業啊 光靠服務業後疫情時代 消費力道已經把股市往上做的推高 就跟 最近的日本股市是一樣的 就是說 製造業指數沒有噴很兇 但是服務業指數飆得很兇啊 支撐全球股市 就是慢慢的往上做這個墊高 你看喔 老師我插個話 你講到後疫情時代喔 我講到1917年的故事 哇 反复你好像那個時候在世間你知道嗎 沒有 這不好笑是 好不好 對 欸 怎麼辦 嘉嘉老師沒有接我哏怎麼辦 我講說 不知道還以為年紀很大 沒有來開玩笑的 然後這個 這個也是蠻厲害的 所以 後疫情時代 怎麼看這個股票 老師 我們看看喔 台北股市從過去你不相信他是多頭 現在越漲越兇之後呢 一路飆漲 對我們其實把那個 目前的股票的位階的股票 把它分成三種形態 一個是一路飆漲型 一個是 我們看中間是 穩穩的墊高型 一路飆漲型是小型股嗎 對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 我們待會要分享的是 落後補漲型 那我先跟各位做分享 後面有個絕招跟各位做個分享 三大飆股怎麼去買或賣 這種三種形態的股票 你看到的時候 你可以用眼睛一眼就看出來 然後呢你要去擰定 如何的一個操作的策略 一路飆漲是什麼股票 中小型股票 股本比較多 100億以下 比方說秀琴的AI股 全部信息都是如此 白點是過去整理之後 一旦站上了十字均線 然後就沒有 晚上一點點 站上十字均線 對站上十字均線之後 再也都沒有跌破過 這種股票呢 你有沒有發現很明顯 他的斜率是 震斜率偏向45度角 45度角 來說 這種角度真的很誇張 直接揚起 對 陳彥老師 很難辦得到的事情 這個有Catch到你的重點 專業 等我投資必修客的時候 對 你再證明一下 所以我剛剛就先說了 發音樂跟搞笑 真的這個傻打分 有點分不清楚 這種45度它沒辦法 很難啦 不能說沒辦法很難啦 OK 我忘記我要說什麼了 因為太好笑了 OK 這種股票你看喔 兩個低點連線之後 你發現它是不是45度角 這種股票一旦確認之後 接近均線 10均線它都是滿一點 這站上十字線 對啊 站上均線 站上十字均線的時候 發現它的45度角 越靠近均線 它都是滿一點 只要沒有跌破就OK 跌破均線的話 甚至均線走下彎 代表說這個趨勢 可能就有多轉平 或多轉控就結束了 這是一個 比較中小型股 楊角 這個幅度 蠻高 45度角 往上攻堅的 這個 一路攻堅型的股票 來記得喔 你的股票如果這種形態 按照老師的買賣點喔 時日線來做一個買賣點喔 好不好 就是楊角 45度角 和時局線 好我們看中間這個 慢慢漲的咧 慢慢漲的是屬於 這個 中大型股 股本100億元以上 這個時候你看時均線 常常會被 會被扒 然後呢 就把這個 退二球技師 把均線的觀察角度呢 由時均 把它提升到月線 月線 月線之上 你看它比較穩 如果跌破月線的話 你就必須做賣出 這樣穩穩的從這邊 上來月線買進 跌破月線賣出 一個穩穩的 比較穩健的 獲利的 這個操作的手法 月線加MACD 對不對 老師那個美女有問題 老師你那邊寫加碼點 是要加多少 看你有多少錢 這麼大的也可以加很多嗎 我們 待會用股票做 用股票慢慢說明 好不好 加碼一半 三分之一的資產 好不好 老師會舉例 我們看這個右手邊 這個我看最上面 這個是什麼 什麼樣的股票呢 落後股漲 就是說 過去沒有漲 過去為什麼沒有漲 是不是2點 2點連這一線 過去是負協率啊 負協率 還不是進入多頭對不對 負協率然後突破了 對負協率現在開始什麼 協率從負的 這邊是不是走平了 一根紅黑出來之後 開始變成正協率 變正 所以這個呢 就是一個落後股漲性 這種股票呢 你可能是負協率 像傳產股啊 比較多 消費金電子股 或景地巡洋股 像這種股票呢 你看我們是用季線 喔 時間走越來越大越長 既然是季線 投資本你如果你要去買這種 你可能要有個心態 我買進後 要花一段時間爆了 才會有一個小小的撥卵的獲利 所以這是一個三種型態 那這MACD環境交叉 再強重複一次 這個是什麼 左邊是什麼 你的左邊 是MACD什麼 這是什麼 MACD等一下怎麼樣 柱狀體翻紅 對對對 通常我們還是說 不管你選擇哪種型態呢 MACD通常是說 柱狀體紅 紅就是多嘛 對 如果是綠的黑的 它就是空了 有些人不懂 柱狀體翻紅 跟環境交叉不太一樣嘛 對 我們待會用股票來就說嘛 好那直接舉例啦 我們先做一個小小的計算 把它圖形縮小 然後是說 我們暗示一下 這個以後就是這樣 記到 在看你的股票的同時呢 發現的是45度角 用十字均線來做一個操作的 多進退 好 站到十字均多 跌破十字均 就把它做賣出 一路飆漲喔 對如果是 河潭型的呢 退後休息是 大型股的喔 然後把你的均線改成 20字均線會比較穩健 如果是弱補漲型的 過去是跌得下 才方轉多呢 把這個 記憲 記憲旋股為主 然後你就把它切換到月線 然後到記憲的位置 然後加MACD 完全交叉 好我們快速看一下股票 好 我們看 快點來看股票喔 幫我換 我們看這個6125的廣運 哇塞 哇非常之強沒有 45你看這邊 這兩點連成一線 是不是已經45度角 羊角出來了 然後每次接近的均線 他都是買點 接近均線都是買點 未來跌破均線 他的趨勢才會做正式的中介 當然是因為他有做 在均線的時候 是買點 都是買點 十字均 就是說45度角 羊角的股票 每今天十均 他都是買點 然後你的防守點 因為他是移動式停地 他只要 原來均線緩步做 這個往上跌 未來只要沒有跌破這個均線 均線沒有下彎之前 他都是一個多頭的軌道 所以這是一個 強勢股的一個 操作的模式 當然他是因為有利多 Intel 這個水冷 液冷室的這個 這個散熱的技術 他是亞洲唯一一個 獲取這個訂單 跟Intel搭上 搭上關係的這種 股票 所以未來轉機性 應該是蠻強的 是 就是我們的廣運 來 我們再看一檔是2722的 雅都 這也是 就是我跟各位講的說 為什麼去思考一下 日本股市 製造業沒有成長很多 歐洲股市製造業 也沒有成長很多 為什麼他們股市能夠創新高 就是後疫情時代的 消費性 這個大擴張 有點類似我們的 長榮行跟華工的 華航那種概念 股價 2點連成一線 是不是 變成45度角 45度角之後呢 每次回到均線 時勢均線附近 他說都是買點 這種方式來做切入 會比較穩健一些 好 45度角 那個綠色的線 拜託 再重複回復一下 我們看一下 回復這個綠色的線 來只要回都不會跌破嘛 對對對 要跌破就要走了 對對對 這是第一種 一路飆漲行 一路飆漲行 四出掉楊角很高的股票 那我們震盪的一個型態 震盪 穩穩的 電高型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注意一下 買進賣出的點 老師都教你了喔 來 這個穩穩電高 是屬於大牌嗎 還是什麼 他可能還在 穩穩電高也是 重心電 拉遠一點 對拉遠 拉遠 再拉遠一點 你看老師 不知不覺好像他沒有漲很多 五十漲到一倍了 一段就進入橫盤休息 漲一段進入橫盤休息 漲一段又進入橫盤休息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中小型股 他股本很大的關係 在外的流通籌碼 蠻多的關係 所以這就是 緩步電高型 每一次 每一次的站上月線 或是說 MACD有沒有 每次的柱狀體翻紅那個剎那 他都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這屬於 我們來看一下 拉近一點點 中大型的股票 就看起來 每天要沒漲多少 後來發現漲好多 像這種 因為是中大型股票 你就要花時間 去滾出 雪球般的獲利 所以這個特別特別留意 每次 MACD的製造體 有綠的翻紅的時候 都是一個短線的切入點 大概快50億的股本 50億也算 對 算大嗎 算中 中 中型左右 中大 那我覺得是不是不用執著於 到底股本 重點是他的態勢對不對 對他這個形形態勢 好好好 這我補數一下 重點是他態勢 好不好 你不要全部都符合 這很難做 我們再看一檔 就是比較大型的 看這個6239的 歷程 你看這也是 如果面積說有100億以上 三根紅K之後就開始休息 像這種股票你會模擬在那一系 所以你必須對他有個很強的認知 他的 羊角有沒有 就不像四十五督角 是 就是四十正協率沒錯 但是 沒有很高 像這種就是 底部慢慢的墊高型 有沒有 你看這種股票你要如何做切入 每一次的豬裝體翻紅的時候 正常月線翻紅的時候你去買 這邊買 休息轉體之後 又又一次買點 綠變紅 對這樣子你不會追高 你不會在一個 比較主於慢牛的股票 追到高點 你就沒有成本優勢 一甩的時候你就被甩出場 這樣就勝為可惜 所以掌握 永遠就掌握這個MACD 很好一個操作的手法 我們看一個是 落後補漲型的 落後補漲型 過去是負協率現在變成正協率 我們要如何去做拿捏呢 切入的時候 老師你今天很豐富很精彩 告訴我們所有這些股票 你都可以拿捏一下 是OK 我們看這個 這個致遠有沒有 致遠這才展啊 對 你把它稍微 拉遠一點點 展一下休息一下 再拉遠 再拉遠一點 對 這兩個連線有沒有 怎麼連都是負協率 這邊是負協率 這邊也是負協率 這邊好不容易走平對不對 走平之後 現在變成正協率了 負協率是修正 走平是打底 正協率是攻擊的 可是你看到這種股票呢 因為IP你看到創意已經出到歷史新高了 市新也是 那愛卜表現也不錯 它屬於一個 因為它成交量還沒有出來 然後它營收也沒有出來 跟去年比的話 還是一個 這個 屬於營收數 年正率是負的 但是 預期第三季就會開始做 景氣復甦的情況之下 股價你看先表態了 所以這種股票呢 就不適合你 比方說你這買進之後 立刻就做賣出了 畢竟是季線 季線的由負協率 剛站上開始走平 未來會花一點時間 讓它季線走平翻牆之後 花時間 滾出一個比較長線的貨率 所以這種股票我認為 要出二中切入的話 你的心態就要拿捏得很好 我買進 比方說我要放一個月 環境交叉 放兩個月 這樣有時間 要環境交叉 這時候買很漂亮 對對對 那還有沒有股票 追檔股票 沒有差不多了 還有 追檔快速 4967的 上4967的實權 我們把它縮小 沒有 這次整理行嗎 等下高點是負的 負協率 負協率 然後呢 占上記憶線的 就說 代表什麼 從這裡到這裡的真理 正式結束了 這種股票 我認為就很有機會 而且 它在 記憶體裡面 我們現在不是很流行散熱嗎 這些廣義不是散熱 往上衝對不對 記憶體的族群裡面 就具有散熱解決方案的 就只有實權 它的效果 特別好 是比較好 有競爭力的 未來市場對它應該會 隨身經過會有越來越多的關注 限期也轉強了 這兩條線嘛 是環境交叉嗎 季線 對 緩步散展 快慢一些環境交叉 然後季線 MACD也正式翻紅 然後線也站上 翻紅後 線再站上 是 一個 一個解決方案 兩個解決方案 兩個解決方案 都有了 再進場 好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 有沒有看到 你三大標股形態 就看這訊號 一路標章行 穩穩墊高行 還有落後 不斬行 有沒有學到東西 有 學到東西了 我會學到 我好開心喔 所以如果覺得我們節目很精彩的話 好不好 還有 按讚訂閱 按讚訂閱我們頻道 好不好 你看Coco最近也是很努力 得A流了 對不對 戴口罩 戴口罩 來散班 好不好 所以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我們福利社也有三大保證 不業配嘛 不出貨 不跟主力配合 這個都可以 歡迎大家來 親自的驗證 我們這一切的一些 預告啦 好不好 那我們每週一到週五晚間 8點3線 一上午解盤 影片 二次教學影片 謝官林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年財富 feefeefee 嗚 大局 大力 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凱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神 邀請 賣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 請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同家 二月一高 瘋狂股市 向天道 開始搶 打 瘋狂股市 好厲害喔 你的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猜不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你會好 你會好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沙滴的經驗真的痛 培養幾率常不去是MoneyGone 我還能看多看空 瞬瞎球 我有我跟在你左右 壞就奔 壞著套啊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信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告訴你 這要打動 對不對 最最高 沙滴低 誰有改掉這壞毛病 一早一早都還上 八點上線 十五點檢盤 二十五點檢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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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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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點檢盤 三十二點檢組 四十五點檢組